我現在要把他再澄清一下 就是在台北市早上 在有一個記者會什麼 說明說說配發到合約院所等等的話 是我們4月14號的會議 4月21號的發文 所規定的那個文 那文基本上他也講說 第一個他沒有把這個時間標出來了 那個時候在疫苗 大家都不太願意打的時候 那所做的一個會議 說那年親主界跟早上他們所提出來的一樣 這合約醫院的COVID-19的疫苗庫存量過多 評估無法有效 在效期內用幣 為此疫苗有效運用 可在轄區衛生局人員協助下 將疫苗配送至其他的合約醫院 非合約醫療院所 或衛生所 那需用者儘速使用 那這裡面當然會有關注說怎麼樣來調度 的時候 以一次為限運送時符合疫苗 人運人倉的一些相關規範 那這個是在4月14號開的會議 4月21號所規定 所發出來的通知 那這裡面重要就是說 庫存量過多 無法於效期內用幣 那我們清查他們這一批發到外面的 事實上效期是到8月 所以事實上沒有這個情況 但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整次事件的重點還是在4月24號以後 然後在4月24號以後 我們的規定 就因為疫苗的需求大增 所以我們在ACIP的會議就決定 就要提供第一類到第三類 所以 5月24號 不是 我講不在 我講4月24號 抱歉 那比較新的文件 我們在5月24號 其實我們在記者會也講過很多次 雙北就針對第一類到第三類 的人員來施打 所以重點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就施打的對象 是不是 第一類到第三類的人員 我想這才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還是希望在疫苗現在 開始 像下禮拜開始就124萬劑 那有相關的一些優先的對象群 那這是等於是1到6類 我們都直接就一次 就開放了 那剩下第7類 那針對來造冊 那我們再來審核相關的一些名單的 合適性 疫苗的一個供應 雙方來做一個最佳的 一個配合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據相關的對象群 人員來做施打 那我相信在這個禮拜 大致上在第一類到 第三類 應該可以 就是第一 尤其第一類應該可以施打的 比例 到達相當高的一個比例了 那早上在這個台北市這樣子說 我們這 稍微澄清一下 稍微澄清一下 重點是有沒有針對1到3類的人來做施打 這才是一個重點